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东部事件 现在是下午事件 这个中共发布的一个录音 说有秘密协议这个事情 北京方面称录音显示 菲律宾的国防部长 这个事现在闹大了 说这段录音违反了菲律宾的反确定法 根据该法 违法者将面临长达六年的监禁 或最高一百美元的罚款 他说如果这是真的 他们也违反了国际关系和改法 因为他们没有与菲律宾外交部协调 而且暗中操作 特尔多罗说 他们刚刚承认违反了菲律宾共和国的法律 答案应该问他们 并指必须找到并查明这些责任 人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 特尔多罗说 鉴于存在虚假信息 恶意影响和外国政府代理人的不良行为 将加强行动安全措施 这个中国 现在是正儿八经 他们公布了驻菲律大使馆 中央公布了一份12分钟的录音通话 在通话中 菲律宾西部军司令卡洛斯海军中将 居称同意了一名中国外交办 关于第二托马斯交的协议 该交是有争议的 南沙群岛中的一座环交 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 然后这12分钟的录音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说 就录音内容抨击了中方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文字记录很容易伪造 录音也可以通过深度伪造来制造 这些报道只是为了转移人们 对中国海警目前在 西菲律宾海的侵略性行为的注意力 他并强调这段录音 这段音频不太值得 不值得重大关注 西菲律宾海是非方用来描述其 专属经济区和领海内的 南中国海东部地区的术语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 也在这个录音里头也提到了他名字 也否认了中方关于新模式的说法 称这是编造的故事 身上虚实和虚假交流一部分 只是为了支持其在菲律宾领土上的 非法主张 他的声明中说 中国大使馆声称的新模式或共识 绝对是荒谈可笑和荒谬的 这个反对党参议员 红帝韦洛斯说 相关录音应提供给菲律宾政府 他告诉菲律宾参议院说 如果他们真的有录音 如果真的有笔录 他们至少应该将其提供给政府 行政部门 因为这种新模式是中国的 另一种严重断言 他强调了揭露真相的必要性 我们必须努力调查明真相 揭露他们的所作作为 只是烟雾弹 菲律宾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 卡皮奥曾参与2013年 针对中国的仲裁案件 他认为该交易无效 并不中说 除非卡洛斯同意被录音 否则中方就违反了菲律宾的反窃听法 卡皮奥称 如果中国大使馆 想官员享用外交豁免权 他就不能被起诉 但可以作为不受欢迎的人 被驱逐出境 卡皮奥补通道 中国正在做的事 他们只是跟踪每个人 跟每个人说 哦 菲律宾政府已经做出了承诺 这是不恰当的 对我们也没有约束 因为他们是在和一个 没有权力的人谈话 这个 这个事情啊 你看 然后还有多名歌 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 在周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是鉴于发现了大量伪造 就是一个主要的挑战就是提交假文件 尤其是来自中国方面的假文件 现在要对中国国民实施更严格的签证 发放策略 策略啊 这个录音这个事情啊 现在中共 可是玩砸了 不但没有把这个事情啊 中共也想玩录音 玩玩玩去 把自己给玩砸了 因为他是外交部 大使馆 把这录音给提交出来12分钟 提交出来以后 啊 别人之间有法律说 你如果是真的 那你就违反了反签定法 你是非法录音 如果是假的 那你就造假 现在欺虎难下 你怎么看啊 李女士啊 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 就会让更多人看清楚 这个中共国 他就是用这些黑招手段 就是像黑帮流氓的这种恐吓 那你这个作为一个 真正当当的一个政府 所谓还是一个洋洋大国 有四十亿人口的这样子的政府 那你却是用 外交部却是用这种手段 来对待菲律宾 那不管是跟菲律宾 是如何的这种关系 但是你用这样子非法的手段 人家你看菲律宾对中共国的这种 现在的指控 还有对于中共国的这种 恶行恶状的这种 已经不能 就是感觉到已经是到极点 不能忍受的 那这个接下来就是会 在怎样子的布局 我觉得就是中非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越演越烈的 那这个又用这种假的这种文件 或者是这种录音档 或者是他即便他中共国 硬是说这是真的 但是你取得的手段是非法的 那又用非法的这种方式去 胁迫这个菲律宾 然后要菲律宾对于整个 导礁的这种主权去做一个放弃 那这个都不是一个国际 应该有的这种正常交流的 这个手段 就是对于国际法规来讲 我觉得这个 中共国真的是在这个时候 出的这种招就是下下策吧 因为这个对他们本身是 不仅没有好处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更是在他的这种 恶行恶状当中又记上一笔 除了这个所谓中俄结盟 还有这个病毒战 还有这个093-417的这个事件 我觉得太多事件都 一一揭露了中共的这种面目 我觉得这个都对他自己本身 被钉在尺乳柱上 其实是不远的 陆志先生 可见南中国海这里啊 局势在全面的升级 这个美国第七舰队 前几天刚刚发布 他的这个导弹驱逐舰 再次穿越台湾海峡 在5月8号 中共也是这样的严正抗议 坚决反对 这是在5月20号 即将新的赖清德总统就职 这个典礼即将到来之际 美国再次表明了这个台湾海峡 国际法允许的自由航行权 再次挑中共啊 这一点你怎么看啊 林女士 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会不是只有美国这样致力维护这个航行自由权 我觉得这个在美方它其实也都一直表明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属性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国际的其他国家都越来越看清楚了 本来台湾的这个所有权就是美国的 那虽然美国在明面上都没有可以如此的去阐述 但是从一路以来就是像法国还有德国还有英国 为什么这一些他们的海军也都会往这个第一岛链的方向去投注他们的这个兵力 跟他们的关注力 就是因为第一岛链的这个重要性还有包括不只是台湾的这个角色 就是像雷蒙多生物部长他也是有提到台湾 就是因为本身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产业链 对于全球的这个供应链 还有对美国在精密跟尖端的这种芯片的供应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台湾被中共国拿下的话 那个对于全球其实是一个灾难的 那这个当下还有包括整个自由地区 包括整个日本还有韩国的这个海域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自由的海域 那为什么中共国就是硬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内海 那像澳洲它自由的航行在东海的地方就是国际海域 那中共国它也要用这个照明但对于澳洲的这个直升机做一个摧毁啊 就是恐吓或者是袭击 那这样子都是让这些国家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那澳洲的这个参谋长监还特地出来去做一个严正的警告 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看到中共国它就是越 不管用什么招数 然后都作为它打击其他国家的这个工具 但是其他的国家都看清楚了中共国的恶行恶装 其实都是联合起来 而且是越来越坚定的联盟来反击中共 那个先生 来请的还没有啊 还没有正是修认之际 就已经啊 已经很强硬啊态度 说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日本有势也是台湾有势 说期待520后台湾与日本加强合作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建说 日本一些人心怀否则 鼓吹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明显打错了算板 民进党当局翻炒此类登条 再次暴露其第三逻辑是 媚日卖台 咸阳谋独再次提醒是 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 是台湾和平稳定最大破坏因素 林建说 他想强调的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 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以任何借口和行事搞台独分裂都没有出路 这个赖清德啊 他520之后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对于这个接下来 这个台湾 这个阵营里头 有一些基本上 之前比较模拟两可的政策 可能会明确化 林女士 你这个作为台湾 你觉得担不担心 你觉得好还是坏 你是说好还是坏是哪一个部分 就是你觉得难情的 对 挑明很多事情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严正的立场 就是兼闭亲眼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反而是好的 因为台湾被之前的太多 就是中共的在台协力者 其实他们本身都是在台湾 深迈已久的这个隐蔽战线官 那个特务 那他们其实没有办法代表真正的台湾人 但是他们的这种声音会夺取了重要的这种角色 那他们的声音被放大 那很多台湾的老百姓又被 就是现在所谓的很多这些经济外部的影响 然后很多人都只能够对于日常生活的 这个经济上面的维持去做努力 而比较没有太多的心思 能够去关注到国际事件 但不表示台湾人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放弃自己的选择群 大家都还是希望过自由价值 然后跟美日同盟这样子的 这个往科技往国际法治的路去走 而不是偏向中国左翼极权主义的这个道路 在台湾其实一般的人都是比较平等平和的 去看待很多国际事情 虽然不见得就是太积极的去做这些关注 但是实际上台湾人民对于整个政府的这种 之前好像要倒向中共国一面的所谓的小三通 大三通 然后所谓的这种投资 或者是太在乎整个一些小产业 就是被中共国垄断 那我们就是要跟他谈F-R 那这些其实都会让很多台湾人非常担心 所以如果说耐清德他能够把整个立场更鲜明 就是跟美国还有自由同盟在一起 那这个才是整个人类发展的福祉 不只是台湾 而且是第一岛链 也影响了印太的地区 我觉得这个是对整个印太地区在更有利的这个防护 其实是做我们台湾的一个贡献 而且也是必须的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跟美军 对不起 跟美方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台湾的发展能够如此的蓬勃 然后台湾有这种AI产业链的建立 其实都是美方在很多的层面去资助台湾 去协助台湾的 这个台湾是不会忘记的 然后也可以更进一步的去看到 跟日本的协同跟菲律宾的协同 这个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台日彼此之间的那种合作关系 也都是很早之前都一直不断的 不管是在民间或者是在政府方面 其实都有很好的这种协同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对于整个国际的这种战略 战术还有地缘的这个考量 地缘的这种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陆杰先生谢谢 好的 这个谢谢林医师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时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